第十二题 甲鱼饼三个烧杯分别装有不同物质 实验结果如诱图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甲有可能是如1或2的碗类 我们的1是甲碗 2是乙碗 是碗类没有错 但是碗类不容于水 所以他说 烧杯甲加水净智慧互融不分成是错的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乙有可能是如5或6的酸类 那么5是我们的乙酸 6是甲酸 是酸类没有错 酸类可以溶于水 所以加水净智会互融不分成 那么是电解值 所以可以导电 那么微酸性加上碳酸盐类 如碳酸钙会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有气体生成也是对的 分态在酸中无色是对的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乙的叙述都是对的 所以选项B是对的 选项C 甲鱼饼加入分态后的颜色相同 所以酸碱性也相同是错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饼 它加水性是分两层 所以它表现不容易水 既然不容易水 就没有所谓的酸碱性的问题 那么而我们的乙是酸性 它溶于水是呈酸性的 所以选项C说酸碱性相同是错的 选项猪说饼有可能是拿4或5进行止化反应 得到了CH3、COO、C2H5 也就是甲酸胰脂 我们看到我们的4是所谓的甲醇 5是所谓的乙酸 所以乙酸加上甲醇所化合出来的籽类 是叫做乙酸甲脂 而不是甲酸胰脂 而且它的适性应该是CH3、COO、CH3 所以我们的选项猪也是错的 所以第12题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也有可能是如5或6的酸类